大家好 我牛博 风险与机遇并存 中国还要多久才能超越美国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的创始人雷达利奥先生 最近写了一份两万字的报告 在其中他对十个国家的经济做了点评 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 图表中的线角代表了过去500年 11个最强大帝国的相对实力 正如你所看到的 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帝国 它正处于相对的衰落中 中国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 没有其他大国与之能比 我们可以把一些不重要的国家擦掉 只显示几个最强大货币储备帝国的实力曲线 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国家的崛起 是没有伴随着战争的 酷酱牛 雷达利奥先生为了方便观察 超级大国之间世界第一把交椅的更迭 整个试图再次简化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势力的交替总会伴随着灰色事件的诞生 而红蓝曲线相交在即 正如没有任何一件事物可以无限庞大下去 这就好比是将所有自然术相加在一起的结果 既不是无法计算 也不会得到无限庞大的数字一样 而是居然神奇的等于负的十二分之一 我是读数一致的牛伯 我们下回分解